台风逼近台湾 当局表示从现在起到本周末 是预防工作的关键时刻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VOA卫视的报道 台湾气象部门表示 天正台风目前在距离台东线220公里的海面 以较为缓慢的速度向台湾逼近 官员说天正台风预计将在本星期五正午时分登陆台湾 届时将为台湾东部地区带来大约100厘米左右的降雨 台湾内政部官员说 在宜兰、花莲、嘉义等地 已经有3000多名居民实施撤离 此外台湾防务部门官员说 军方已经在可能发生灾害的地区 预先部署兵力1500多人和44辆水陆两棲军车 准备随时展开救援工作 在台东县和高雄县部分地区 当地学校已经关闭 星期四台湾七夕情人节的户外庆祝活动也被取消 美国之音VOA卫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